受干旱影响 巴西亚马逊地区的河流处于低水位 正威胁着偏眼地区居民的水供问题 根据巴西地质部门 巴西亚马逊州的索利莫斯河 正遭受10年来第二严重的干旱 河流是这些偏眼地区人民的生命线 也是物资流入社区的主要通道 由于一些庞大的船只无法再穿越低洼水域 当地人只能够使用独木舟 来运送少量的食物和染料 汇聚了一千多条河流的索利莫斯河 目前已经干涸 人们可以沿着河边行走 对于当地的老师和学生来说 他们会通过这条河来上课 现在他们只好用不同的路线到校上课了 内得很容易很快的 在别模仿意的行为 导致用车 این行为 优优人之间的